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实证明他怀孕了 朱诺一脸懵逼 于是他告诉了他的好朋友来讨论这件事 两个人商讨后 朱诺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布里克 布里克也很惊讶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朱诺说打掉 布里克没意见 这样朱诺很伤心地离开了 回到学校里的布里克和朱诺相处变得有点尴尬 于是他回家后就打电话给医院要堕胎 晚上是一家人的聚餐 爸爸 妹妹和继母 他向继母否认自己没有在他的瓷缸里呕吐 出门后遇到了正在打广告的苏秦 苏秦说不要夺胎 而他也在去了人流医院后 发现自己做不到逃跑了 朱诺告诉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可以生下这个小孩 送给不能生育的夫妻领养 于是他们开始探讨 自己生下小孩之后 把小孩送给别人 朱诺将自己怀孕的事实终于告诉了父母 爸爸表示要陪朱诺去见了 可以收养孩子的一家人 妈妈则开始想应该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就这样在父亲的陪同下 确定了宝宝的领养人 他们似乎很适合做朱诺孩子的养父母 转眼到了冬季 朱诺去做B超 孩子的形状已经很明显了 朱诺也找到了布里克 他们聊了关于孩子被送人的事情 春天来了 朱诺知道布里克和别的女孩子去舞会 有点吃醋 于是找布里克撒妻 心情本来不好的他找到马克聊天 也就是孩子未来的养父 可是这个男人打算离开他的妻子了 这样朱诺很是生气 他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 这对年轻的夫妻吵架了 男的还没有做好父亲的准备 可女的却咄咄逼人想要孩子 朱诺听到了哭着离开 而那对夫妻和平离婚了 朱诺回到家和爸爸坐着谈了会儿心 他好像懂得了什么 朱诺开始给布里克他最爱的破盒糖 并且在他家的信箱里放了一百多盒 布里克很是开心 其实他还是很喜欢朱诺的 并且朱诺向布里克表白了 两个人还是相爱的 他们顺其自然地在草场接吻了 或许是时间到了 朱诺生了 生了个可爱的宝宝 布里克比赛完立刻来医院看了朱诺 因为这个未来的养母太想要孩子了 朱诺还是决定把孩子给他 因为朱诺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好妈妈的 而朱诺和布里克两个人先生子 后相爱的这对恋人 在路边弹着吉他唱着歌 就这样一直幸福地生活了下去 这部电影总有种淡淡的清纯下 小美好的感觉 充满着清纯气息的小文西 很是让人喜欢 虽然女孩未婚先孕 可是她很励志地解决了这件事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类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